謝謝大家參加今天芝加哥華星藝術團的新聞發佈會 今天好像人比較少 然後2019年我們又準備了一系列的活動 現在就請... 一系列的活動從2月2號一直延續到2月9號 然後2月10號星期天 然後這中間我們就會很緊張的一系列的活動 挺高興的 反正這裡面有好多很有意思的 也有好多是我們一年一年做下去的節目 也是我們做的比較好的節目 所以下面請我們... 我叫楊空軍,我是華星藝術團的副團長 下面請咱們華星藝術團團長楊巴林講一下 謝謝大家 大家好 還有一個比較中和性的一個講解 謝謝大家來參加 我們今年呢 那個就是... 還跟網言一樣 我們還有很多的組織了不同的 華星藝術團層次的 還有不同的他們下面團隊的 也有一些活動 所以今天呢 今天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我們華星呢 就是說在三年前成立 到現在呢 就是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的 這個活動的這個系列 每年我們有一些品牌的項目 這些品牌的項目呢 已經就是說慢慢的就是 成了一個傳統了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春節之後 一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 在不同的這個時間 我們都會有這樣品牌的節目來 來這個給大家展現 所以社會社區嘛 在對社區的這個文化藝術表演方面 還有這個宣傳方面 我們也都是大家做了很多的貢獻 所以我們呢 給大家就是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好 下面呢 我們就請這個Color 我主要負責是2月2號 2月3號 兩個shopping mall裡面的 遊園活動的文藝表演 2月2號的話 我們是在 Chicago Fashion Outlet Mall 就是Color機場的那個 這已經是我們第四年 跟他們合作了 我們就會做 遊園活動的文藝表演 活動是在下午1點開始 然後2點鐘開始文藝節目 然後整個活動會到3點半 這個活動我們是非常受歡迎的 每年這裡都是人山人海的那種 因為我們裡面的 就會很多中國的文化 就寫毛筆字啊 筷子夾鬥啊 剪紙啊 聖工啊 還有拍照 所以說歡迎的就是我們的空竹 所以 主要是這種 然後就是 基本上那些活動的來的孩子 都基本上都是美國當地的孩子 所以 這個墨裡面是非常喜歡 現在是已經第四年 他找了不要診我們去做活動了 我們的演出呢 主要我們的演出就會有 一個是狗空竹 一個有是所有人都喜歡的功夫 還有就是傳統的舞蹈 然後今年會多了一些逐樂的表演 還有就是我們的兒童合唱團 所以就是非常熱鬧的 然後2月3號 在今年我們是第一次接的一個演出 一個任務 一個活動 是在Dankton Chicago 在Visicent大道上的 The Sharks at the North River 就是在那個Northstone的那個 那座大樓裡面 這是今年我們第一次參加的 所以我們今年也在熟悉他的情況 他就 因為他沒有一個 不像奧列摩那麼大 他就在Northstone的那個空位置上 給我們做活動 所以我們這一個 就要規模少一點點 但是最基本的 我們也會 毛筆字 最基本的就是文化 中國文化活動 毛筆字 筷子夾鬥 抖風竹 還有我們就是一個 甩手破的舞蹈那種 還有我們的演出的話 我們就給他演出 Yoyo跟那個中國舞蹈 所以他們自己那個毛 因為也是第一次 有這樣中國人去演出活動 他們自己也很期待 我們也很期待 那麼這一個毛的話 我們上次去看過 就比較應該以成年人比較 成人比較多 小文比較少 所以我們也在看看 在當方去發口的地方 做這種活動的話 應該是 我們這次也是第一次去嘗試 看看他們的顧客 還有希望是 他們也是幹部做 所以主要是這兩個活動 212號和223號的 其他活動 您先介紹 那葉親他們來 我就再接著說一個 我們另外一個重頭戲 就是2月6號 我們在芝加哥公民會隊聯合中心 然後和他們一起慶祝節 這個就是去年的時候 經營館介紹 然後我們跟公眾隊聯繫上了 然後就舉辦了這麼一場慶祝活動 本來呢在其他的地方 他們會說其他的人演出就是 十個人二十個人 結果我們這次去了一百三四十 然後給他們也嚇一跳 但是呢他們對我們的演出效果 感到非常的滿意 就是說震驚 驚艷 他們沒有想到是這麼紅打 然後就感到很驚艷 所以今天他們請我們回去了之後 再次請我們去進行表演和慶祝中國春節 在2月6號星期三那天 然後還是下午7點45 然後呢我們今年的表演人數呢 是116人 然後我們的節目呢 有中國大鼓 南闊了中國大鼓 腰鼓 還有舞蹈 還有功夫 然後還有鼓龍 然後還有公牛隊的更多隊 所以也是一場非常震撼的 以鼓為主的 古文化為主的這麼一場演出 也是很期待的 然後現在呢 葉青團長 葉青那個副團長 葉青是什麼 葉青他自個兒是電球部導演的 他呢是這場演出的總導演 現在他在帶領的他手下這些兵器 都密估地在排練 然後公牛隊呢其實對我們挺好的 他說去年看到我們那130多人 只有兩次的合拍機會 他們都感到就是為我們 就是挺感動的 然後這次他特地在前一天 給了我們四個小時 就我們這牛團隊 四個小時讓我們排練 所以葉青他也是 現在我們發動的所有的參演 在2月5號那天晚上7點到11點的時候 全部到場 然後這其實大家也挺辛苦的下班放學 然後就要到那個地方去演出 然後另外呢同時 剛才有一個 這就是公牛隊的演出 這個期待值蠻高的 希望大家能有機會呢 去到現場看球賽 然後看演出 沒有機會呢 再看轉播也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帽裡面啊 剛才卡拉講的那個 Chicago Outlet Fashion Outlet Fashion Outlet of Chicago 他們很重視他們那場活動 所以呢 他們每年都會 爭取這個TV Seconds 今年呢 爭取到 呦 糟了貓子 爭取到這個TV Seconds 是Channel Line 然後是31號那天 他要我們參演 參加這場活動的演出隊 主要是公布 美國人太喜歡公布了 讓公布隊上的Channel Line 給這次活動做一次宣傳 然後他們的負責人 也會在上面講話 對我們這次 這次春節清楚活動做 就是大力的宣傳 OK 還有下面一項呢 那個就是第四項 我們要安排的活動呢 就是這個就是 為我們在春節遊行的時候 華星藝術團有一個花車 由盧先生負責的一個花車 就是參加那個春節遊行 另外我們華星藝術團呢 還負責給總領館設計他們的花車 這是我們第四次為領館設計花車 第一個是金猴鬧春 第二個是金雞暴響 第三個是金狗 嘎來了 一個金狗汪汪叫 第四個是今年的金豬 所以我們說了我們要攢獲十二個生肖 金豬 金豬 今天是豬年嗎 明年 所以金豬 這就是我們的葉青團長 葉青舞蹈團長 也是這次公牛隊的這個總導演 然後我剛剛因為你沒來 我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你有什麼補充 現在歡迎你再給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詳細介紹一下 詳細介紹一下 芝加哥公牛隊 葉青的傳播武器 我就說那個豬 我們特別請了一位雕塑家 他去年那個小狗 特別可愛的小狗 是他素的 今年他準備再給我們雕一個豬 然後我們希望十二生肖 讓他給我們 都給他搞齊了 所以 做Cue一點點 我只是覺得 您等一年在這裡大 沒有他小狗 眼睛有點空 這個是比較 都是卡封性的 挺好看的 給我們看的那個 充電 比較卡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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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晚了 可能昨天排練 因為我們昨天公牛隊的排練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進行了合排 就是十六個中國的中華國國和十二個中國妖國 所以整個公牛隊演出的文化其實是強調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中國紅 一個是黃色 黃土文化的音源 兩個顏色 所以從突破上面 就是中華古國成大古鎮的 古鎮的方面 昨天非常高興興奮的是 就是把骨終於是打得跳起來了 就是說能要不動 以前的話呢 打這個骨呢 就是手在那個骨面那裡 最多就是做兩個 現在打這個中華骨呢 咚咚咚咚 咚 加力 對 還要流動 整個骨要配合整個腰骨的那種 整個政府的正式 要進行流動的互相配合的 然後呢 整個文化呢 整個公牛隊的中華演出呢 一共是五個團隊的部分 一個是中華國 一個是黃土高原的安塞妖國 再就是中國龍 然後再就是中國的公國太極善 響善 那個善是要打響的 所以的話呢 還有一個是中國的 舞蹈 舞蹈部分 那個是個花瓣 對 那是個造型的 代表中國的一個 武當花的那個舞蹈 所以的話呢 還有一個翻根的隊 對 翻根的隊 他們問你來的 我說上 因為我在你那裡頭看你那個 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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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穿插在我們裡面嗎 是啊 你翻根 好 我農民說了 給你 給你出來 sorry 那我要說重新考慮 考慮隊形 我們整個呢 是那個 晚上 庸的形式 就是演員 從十六個演員開始 打鼓開始 然後分小塊的 不停的演員 往球場上面哭 就到最後的時候 所有的演員 全部集中了 對 將近一百人 一百人左右的 所有的 performance 然後去年也做得非常好 是吧 在去年的基礎上面呢 今年就是做得更加乾淨一些 就是比較乾淨一些 而且特色的更加彰顯一些 是吧 然後我首先呢 說的話呢 今年的突破的話呢 大家的腰果 以前的骨槌是紅的 但是呢 在我們的總裁的領導之下 通過於領導之下 然後我們要讓它的 中國紅和黃之樂 所以變成了這樣 是吧 而且骨槌也特別加強 所以整個場面的話 從色彩上面 有一種衝擊力 是吧 然後呢 再就是 就是所有的排列部分呢 到昨天為止呢 我看過之後 我就回到家 我就特別興奮 因為畢竟是走出來 一條特色的道路 很振奮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2月6號那天 接受所有的社會的媒體 團體去監討工作 得到你們的肯定 和監督檢閱 好吧 今年呢 華興藝術團呢 就是說 特別的請那個 葉青回來 擔任這個 這個 半場演出 《公牛隊》半場演出的 編導 而且呢 他在這裡面 確實是 有很多的 他的過去 積累了很多的素材 骨還有 就像那個 安塞谷 他都回國去 培訓都去了 兩次的 三次了 兩次 兩次 所以呢 他每一次都是 在那兒就特別認真的 在那兒學習他們的精髓 等於是把那個 中國的傳統的 傳統的 原生態的東西 而且那是很有特色的 這個腰國很多呢 東北什麼哪兒都有腰國 但是他這個 就是說去學的 也是 感謝這個 國僑辦給這個機會吧 然後把那個 就特別的有特色的 這個 中國的 這種 原生態的東西 我們要把它給搬到 這個 《公牛隊》的舞台上 同時呢 再和那個 《大谷》配合 這個葉青的總編導 把這個 《大谷》和這個 《安塞》《妖谷》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就是讓它 你看它那個 顏色 又是紅的 又是黃的 土地的紅色 那這樣一來的話 就是說 特別的有氣勢 會把中國的特色 濃濃的顯示出來 同時呢 也有這種 現代的這種 精神上的東西 要讓它呈現給大家 所以今年的 今年的這個 烏牛隊的主題呢 就是這個 紅的體現 那麼我們呢 在以後呢 我們還每年 都有不斷的翻新 從去年開始 今年是我們 第二屆的 這個半場演出 所以 也是 一個 又是一個 新的跨步吧 我們今後 會 每年給大家 呈現有新的東西 就像我們 燈結一樣 燈結也是由 葉青 當時是 西林的總編導 藝術總監 開始的 然後現在我們 繼承下來了 已經十三年 紀念要十四年了 那我們就 非常激動 這個是 而且呢 是在美國的這個 這麼大 通流隊 這麼大的平台上 給大家 呈現 做大大的 我武衆 對 以前的果呢 都是遊行的 大家看見的 都是巡遊的 它就是 人力的 這種 我 我有講果 你要不要講解一下 還有不用 我就是講解一下 然後今年的為什麼特點呢 剛才總裁 楊曼林已經說過了 說過了 有鼓 其實我們的鼓是從頭到尾 都沒有停的 就是配合龍 還有公果 我們都在那裡打鼓 再跟它伴奏 其實從開場到結束 鼓鬥 文化 整個聲音都在球場上面 然後我們的鼓呢 除了那個大鼓要跳起來 要活動起來打之外 我們的妖鬼也是這樣 所以要舞起來 首先仇吐舞起來 而且腿也要提起來 是吧 是這樣打 對 以前遊行的話呢 它那個腿部的下半身 沒有什麼要求 但是這次我們公牛隊的演出呢 就是雙腿的要求特別多 而且跳度也特別多 是吧 而且這樣踢起來 還要跳 還要踢 還要幹 還要平腿 這樣 所以 手上都要動 是吧 這就是我們那個 從安塞帶回來的 在上面 在他的 原生態的農民的基礎上面 要提升到舞台的表演和欣賞性 好 剛才這就是我們介紹的 2019年 芝加坡華新藝術團春節 準備了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那Kitty再給我們 還有一個項目來補充一下 那個遊行隊伍呢 就是由那個 華新還有西林藝術學院組成的 是一支具有多文化合適的遊行隊伍 有一個花車 花車是和平的合唱團 第二個是熊貓隊 有四個大熊貓 十五隻小熊貓 手提著紅燈籠 就是組成那個紅毛隊 第三個就是墨西哥的舞蹈團 墨西哥 基本上全部的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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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北爬那些 他們是用民族的服裝 又唱又唱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比較有調整的 有文化特色都是 還有其他的團隊 廣州學會 書畫會 還有B68的健身 廣州學會穿什麼衣服? 龍燈籠 因為穿燈籠服 燈籠服 看看燈籠服 因為我們今年的廣州學會 是以掛燈籠使名 所以這次把這個特色都打出來 還有快樂遊火的健身團 還有最重要的是姆丹仙子 12個姆丹仙子也在這兒出現 重複在燈籠服 這姆丹仙子成了法興藝術團的標誌 這次我們在萬聖節 我們就是萬聖節 那是活節、Halloween 然後是公牛隊 然後又出節 還有我們爭節又不要 這套都是華善的 所以都是很有特色的。 然後2月4號就是年三十晚了,就在年裡去展示一個得人作品。 可能有八個書畫家來把得人寫下來貼著十方支隊輪,然後帶來參選。 所以那個參選辦法終於在此。 所以你們可以去幫我們補充一下。 那個比賽節景月節就改了,緣期到8天,就是到7月28號。 我們這個活動是比賽展示2月4號。 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來,所以免費拿一個隊員回去也蠻喜慶的。 OK,我們這個活動就拿走,好吧。 我們有個問題,就是讓公流隊。 那媒體能夠進去嗎? 要申請嗎? 我們可以提前申請。 你只要不是用攝像機。 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像我們的話是報業。 報業因為你這是屬於採訪性質的,對吧?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給你申請票,然後拿票進去。 然後你採訪是採訪我們的演員,對吧? 比如說像採訪葉青這樣。 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個不可以。 因為他們的影像是有轉播權的。 所以他們搞得很嚴很嚴。 文字、語言都可以。 那就是說這樣的話,如果媒體想要來採訪的時候, 把人數報告給容先生,讓容先生告訴我, 然後給你們找票,好吧。 好,當然要交往。 剪輯家 besch欲手。 可是他們的信號會給你們的報告, 文字、書籍是這樣怎麼做。 因為我們都是帶上你的記者的報告。 對,那個記者證。 不是每一個報社都有記者證。 但是像有些local newspaper 就沒有什麼記者證。 那實際上我們也可以打招呼, 因為我們去年印的那個PASS, 比如說我們這裡有九家, 我想他們都會希望去替你們報道。 那就是把名字報社,然後都交給龍先生。 龍先生給我,我們來印那個MediaPASS,好嗎? 去年他們有三家是帶攝像的, 我設想不行,在信份的話也不行,在交響樂團也不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東西拿來之後,PASS和票, 因為你們都在China Town,我都交給龍先生,好嗎? 對,停車的也要PASS,什麼都要。 那我也知道交響樂團裡面也是不可以, 連攝影都不可以,因為他們有那個攝像權, 然後他們會給你發他們的照片。 我們去年的公牛隊的錄像是他們錄的, 不是你們覺得過,我要尊重人家。 我錄了,但是我在任正高層錄的是一樣, 在那兒遙遠的地方。 要尊重人家。 他們也有很多攝像頭, 因為他們是電視的, 他們拍得很好,當拿諾。 就是沒有照片, 他們沒給我們任何照片。 在他的官網裡面有, 你就自己去當樓下來。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啦,我們拍一個合照照片, 他們發報紙和畫。 咱們站著嘛,咱別坐著啦, 你坐著拍一張, 不是站著嘛。 乾脆,乾脆,乾脆, 乾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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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對,下面有一個手機。 OK,有沒有? 好。 謝謝。 OK,謝謝。 謝謝。 謝謝。